Hello 大家好 我是Vicky 今天这视频呢是之前那个视频跟大家剧透过的 在韩国的购物分享 然后还有近期的一些购物分享 上支视频那个面膜的重奖结果呢 我也会放在这个视频里面公布 具体放在什么时候公布呢 你们看下去就知道了 这次去韩国呢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买了很多件衬衣 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身上这件衬衣 这件衬衣呢我之前也有搭配过发过微博 是And Other Stories的嘛 我当时就觉得它这个颜色 还有它这个印花都很好看 但是当时在店里看到食物的时候 我又觉得好像稍微有一点点老气 我在买之前呢就去把它换成了一个四码 因为我之前试的时候是零码 因为我买大了两个码嘛 它的肩线这边就变到了这里 就变成了一个落肩比较oversize的款式 但是袖子这边呢也没有特别长 顿时就冲淡了这个印花自带的 有一点点老气的感觉 这件衬衣的这个配色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适合秋冬 是真似的嘛 百分之百的桑残丝 就是坠感超好 非常的薄 这种面料就比较适合上半身 比较胖的女生会非常的显瘦 上半身如果本来就很瘦的女生 衬衣你稍微买大一到两个size 穿在身上会有那种弱不经风的感觉 因为这个面料非常的薄嘛 它也非常适合你在秋冬天做一些叠穿 单穿这种衬衣已经有一点冷了 你就可以在里面穿一些打底衫啊 领口有一点点那种堆叠的感觉的 那种打底衫穿在里面也很好看 我觉得衬衫和高领的叠穿也是要分人的 如果你是属于那种脖子比较短或者头比较大的女生就不是很建议叠穿 还是建议衬衫这样单穿 衬衫你这边会有一个自然的这个V领的线条就非常容易拉长你头部和颈部的曲线 这样整个人会显得比较修与 下面呢还买了一件衬衣是这个豆沙粉色的 感觉这个镜头里面稍微有一点点误差 它实物是一个非常温柔 然后饱和度很低的一个豆沙粉色 这件是在韩国的梨泰院那边的一家小店里面买的 之前我在微博里发的时候也有人问我品牌 它这领标这里写的是stable 我是真的不记得它的牌子了 它也是一个就是版型很普通的一件衬衣 所以我觉得这个类似款应该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 这件它是军码的 但它本身就是这种oversize的感觉 就我把这件跟这件对比了一下 穿在身上 肩线也是在这边就是一个落肩的款式 这件的面料摸起来好像是纯棉的 它也是那种坠感超级好 穿在身上非常显瘦的那种衬衣的感觉 这件也是非常适合你在里面叠穿一些高领的针织衫的 总之我觉得这个颜色超美 韩国好像挺流行这种低饱和度的颜色的 下面呢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件衬衣 这次去韩国买的最后一件衬衣了 这件衬衣真的是 当时一试的时候真的是有兴奋的感觉 我觉得这件衣服真的超级像一个艺术品牌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设计师叫Regina Piao 它是一个韩国出身的设计师 在英国创立的一个品牌 这个设计师它的设计不会那么的本土化 它反而有一些偏欧美风 这件呢是一个有点亚麻质感的一个白衬衣 上面全部用这种黑色的明线勾了边 它的领口真的设计的超级特别 稍微有一点那种宫廷感的感觉的 腰这里呢稍微有一点点收腰 穿在身上还是一个很宽松很阔的一个版型 就是我当时看到这件衣服 我脑子里就会浮现出那种欧洲中世纪的那种油画的感觉 这件衣服就是由于它本身就很有设计感了 你可以配那种简单的黑色的长裙啊 或者就配黑色的那种阔腿裤 我觉得超级美 它的面料是亚麻和粘胶纤维的嘛 我觉得对于它这个价格来说 这个面料可能没有那么的高档 但是就这种品牌主要是买它的设计 我想来跟大家分享两个打底衫 这两个打底衫呢就是来自韩国一个本土的 非常平价的一个品牌叫Indie Brand 上一个Vlog里我也有拍到这一家店 这一家店的衣服就是款式特别的全 颜色也特别的全 基本上你能想到的那种饱和度很低的色系的衣服 在它的店里全部都能找到 这次这个打底呢我买了两件 就是完全是一样的版型 这件衣服就是我们当时去的四个人 每个人都买了 因为这件衣服真的很好穿 它的价格也超级便宜 这一件好像是一百出头的样子 但是确实它的面料不是很软挺薄的 弹性很好 但是它这个面料有一点点容易走心 如果把它撑太大的话有一点点难还原 我买了两个颜色嘛 一个这个豆绿色 今年超爱的一个色系这种非常温柔的绿色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浅蓝色 是一个大V领 我觉得这种V领的打底呢 也是很适合头比较大 或者脖子稍微没那么修长 或者比较粗的女生 这件真的谈力惊人 它只有一个size嘛 我们当时一行人 就是身形是从X小到XL 这件衣服都可以穿 真的是很厉害 这件呢我当时在视频里 也搭配了这一条燕麦色的半裙 这种燕麦色也是我今年秋冬非常喜欢的一个颜色 而且我发现它在搭配上好像比卡其色更好搭 因为这个颜色很浅 所以你可以用它搭配到很多饱和度很低的 就比如说这种浅蓝色浅绿色 或者我刚刚那件豆沙粉色的衬衣 就这种燕麦色都可以搭 仔细买到最值得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low classic的包包 它前面有一个非常低调的这种烫金的logo 它整个颜色是一个非常高级的 有一点墨绿色又有一点薄荷蓝色的一个颜色 这个颜色很难形容 然后它有一个这个焦糖棕色的一个袋子 发现它跟我这个衬衣真的是完美的撞色 这个包包呢是全牛皮的 性价比超高的 特别是在韩国买比较划算 我当时买下来折合人民币是2400左右吧 在中国的话可以在W Concept上买嘛 就价格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划算 我觉得这个包包最喜欢的一点是它的容量超大 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 哎呀我还放了一个红包里面装到我的现金 里面就不是皮的了是布的 前后呢都各有一个夹层 你可以放你的卡包啊 钱包啊或者一些现金啊 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 背它在韩国旅行的时候 我每天要带两个相机嘛 一个vlog相机 还有一个拍照的相机 然后这个包包都能够装下 然后还能够塞点别的杂七杂八的东西 你如果用那种比较贵的包包 背太重的东西 你会有点心痛 就有点担心把它背变形啊 怎么样 这个包包真的就是用起来 不会怎么心痛 然后它的五金件什么的都还做得不错 你可以这样把两根带子扣在一起 就是一个肩背正好的一个长度 可以把这边扯开 然后把这个钉钉扣在它的这里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斜胯刚好的一个长度 不建议大家经常去就是扣它这个腰带 它的这个肩带 还有这个扣孔这里 就很容易留下那种压痕 这个包的这个配色嘛 这个款式好像是low classic 16年的款了就觉得一点都没有过失 我还在韩国买到了一双特别喜欢的鞋子 但是它是一双单鞋 就买回来感觉还来不及穿 现在已经变得很冷了 当当就是长这样的 它最可爱的是它的鞋底 做了两个心 是不是很有少女感 当然我个人是对这种有少女感的东西 不是很感冒的 是一个韩国本土的牌子 叫做Ducamabony 是全智贤Oni代言的牌子 我想说我们当时在逛那个明洞的时候 后来才发现我们逛的同一天晚上 全智贤居然也去了那个商场 我们当时好像在八楼还是九楼 但是全智贤在五楼还是六楼 他好像当时就短暂的出席了一个活动 去了十几分钟吧 就这样完美的错过了 这双鞋子呢也是一个玛丽针鞋的感觉 鞋口这边向了一圈这个假的珍珠 它呢是这种亮皮的 我最近超级爱这种亮皮的鞋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双鞋子上脚真的非常的秀气 我当时在商店里一试 也是有那种心动的感觉 我当时也是看到这双鞋子第一眼 脑海里就会浮想出那种 欧洲中世纪的那种壁画油画的感觉 我觉得它也是很有宫廷感 然后有一点点复古的那个鞋型 总之我觉得超好看 在秋冬天用它搭配一些长裙半裙 甚至长裤我觉得都会很好看 下面呢来公布一下上支视频里 那个面膜的中奖结果 YouTube微博B站的中奖结果呢 我会分别放在这边 恭喜你们 希望你们能尽快来私信我 这样我好把礼品寄给你们 这两双鞋子的风格是不是超像 我最近就特别爱这种亮面的鞋子 然后最近也在找这种亮面的靴子 这双是我之前在shopbox上面买的 回国之后第一次海淘 现在买一个东西真的要等好久啊 这双鞋子我在shopbox上面下单 可能等了两个星期才到 而且还要交税 真的是心痛 这双鞋子的品牌呢叫Mista 它这个牌子的设计师呢 是一个西班牙人 不过这个牌子也是在伦敦成立的一个品牌 我觉得他们家的鞋子都还挺好看的 然后价格也不是像其他设计师品牌 那么高到天际的那种 皱皱的那种亮皮的 是一个小猫根 我觉得它这个绑带上的珍珠有一点多余 我就是实在喜欢它的这个鞋型 所以就忍了 系在脚上就还是挺好看的 就不会觉得那么夸张 这种天气你可以搭配一些紧身的牛仔裤 或者稍微有点微辣的牛仔裤 或者那种直筒牛仔裤 但是一定要搭配那种九分 或者七八分的牛仔裤 露出它的这个珍珠的绑带 这种绑带的鞋子 大家也知道确实是不怎么好走路 大多数都有不跟脚的这个问题 因为它鞋头这边连到了它鞋跟的地方 所以走起来也还好 就不会那么的不跟脚 穿上总体还是舒适的 当然不可能穿它走太久 在韩国我们找了半天 才找到了一个 韩国设计师的一个首饰品牌 也是我们之前已经长草很久的 然后我今天把它戴在了耳朵上 取下来给大家看一眼 说实话感觉质量一般 所以我觉得它价格还是有点偏高 我这一对买下来是400多人民币的样子 而且在韩国当地买是最便宜的 我朋友也买了一对类似的 可是它那一对已经烂掉了 所以我就觉得它这个价格好像有点 不是很值得 这个设计师品牌 它的那个首饰的风格呢 没有那么精细 它的很多首饰的形状都是那种不规则的 有一点艺术感的 很多金属都不是那种很亮的 有一点那种做旧的年代感 它两侧都是一个那种 不对称的巴洛克珍珠 我自己很喜欢珍珠嘛 这种不对称的珍珠我也很喜欢 然后上面有两个小的这种圆环 其实这一对我觉得设计一般了 不过我当时有点选不出来了 回来之后我觉得还是越带越好看的 特别是你这样披着头发 或者你如果头发发型需要这样 别在后面就可以露出来 或者我觉得你把头发扎起来 两边这个有一点长长的也挺好看的 那以上就是我这次在韩国买的全部的东西 是不是也没有买很多 下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运动服饰 这个品牌呢它的logo是这样的 就它的这个logo设计的很有意思 这品牌呢叫Particle Fever 叫粒子狂热 我最早知道这个牌子呢 是我看NJ的视频 他有分享这个牌子 一群高材生就有北大毕业的 还有好像是纽约的Parsons毕业的几个高材生 良和创立的一个比较高端的运动品牌 我自己还挺喜欢这种设计的很好看的运动服饰的 在淘宝上看到一下这个牌子 就觉得设计都还挺戳我的 这个运动背心的这个长度就非常的贴心 很多那种运动背心就是一个短款的运动背心嘛 如果你想穿出去运动 你还得上面套个背心或者套个T恤什么的 这个我觉得长度就很刚好 如果你穿一个高腰的运动裤 你外面就不用再套别的东西了 其实它是两层的 里面就是我们平时普通的那种运动背心 然后我觉得它的这个拼色也很好看 运动的外套 这个呢就是比较适合 就是这个天气你如果想在室外跑步 或者你要换上你的健身的衣服 去健身房的话 就在外面可以披一下这个运动夹克 它的配色很好看 裹粉色配这个薄荷绿 然后是一个不对称的一个鞋拉链的设计 一个高腰crop的版型 然后面料很厚 如果你要在室外跑步的话 我觉得这个面料也非常的挡风 然后又非常的时髦 然后里面呢都是这种稀罕的面料 它的这个颜色配色还是挺闷骚的 里面有一排这种亮银色的一个香边 这个牌子的话就是设计挺好看的 但是价格的确偏贵 就是比较适合那种真的很爱运动 或者比较追求高品质的运动服饰的人 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你们喜欢这期视频 那重点的小伙伴不要忘记联系我 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